人行道上救護車發生碰撞 側翻車頭群毀 車尾巴還緊貼著一輛白色轎車 那他車身右側板筋撞到凹陷毀損 兩車一共六個人輕重傷 緊急送禮搶救 帶您來聽現場搶救的消防隊 怎麼說 好 這一事故呢 就發生在榆林陡南除夕夜 當晚四十八歲的沈姓女子 在吃完年夜飯之後 開車要再送婆婆回養護中心 沒想到行經東科一路時 與一輛載著病患的民間救護車 在路口發生碰撞 當時救護車上包括駕駛 隨車人員 患者及家屬 四個人多處擦錯傷 而省性女駕駛頭部頸部挫傷 婆婆身上多處挫傷 一度失去生命跡象 還好經過送醫救回一命 還在加護病房治療當中 那警方出不調查 雙方駕駛都沒有酒駕 救護車有鳴敵 路口耗製也正常運作 卻且肇事原因 還得要由警方 禁不敵清